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目前来讲 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它就是指车子里头仍然需要驾驶人员的 只是车内还有辅助系统 可以监控道路环境 而且透过数据分析来计算油门跟刹车力道 一旦在行驶过程当中遇到临时的状况 司机就可以随时停止自驾系统 自己来接手开车的 但其实只要透过人力介入 它就不能够算是真正的无人车 所谓真正的无人驾驶是这样 完全不需要用人力来干预 系统本身必须要完全的全自动干应的 我们接下来带您看到眼前这一辆 这辆巴士是用人工智慧来研发的 根据麦肯锡的预测 无人驾驶汽车的产值到2025年 可以高达2000亿到1.9兆美金 而如今台湾也跟上国际的脚步了 从法国引进了这第一辆 也就是您看到的这辆无人驾驶小巴士 它没有驾驶人员却可以真的在路上来回奔驰 是不是很难想象呢 而日前在台北跟高雄这两个地方都开放民众来试乘了 希望能提高大家的接受程度 但是台湾发展无人车必须面对的问题是 真的能够适应我们繁达的交通环境吗 一旦遇到了突发状况 像是猫猫狗狗或是人突然间冲出来的时候 又该如何来应对呢 今天的无人车发展 我们先从台湾来看起 2017年岁末 一场革命性的试验 在港都高雄展开 市区中一样电动巴士缓缓驶过 但上头只有全客没有司机 全台第一辆无人驾驶巴士Easy 10 展开围棋25天试运行 这趟坐下我觉得这个光线啊 然后舒适度都蛮好的 用在的油浪区 可以载一些像我们这年纪比较有的 真的不能驾驾向的 这样真的很好 刚才有经过像那个巨石镇 那本类是一个S弯道 它还是转得很舒服这样 不只执行 之后连像这种布满石子的S弯道 对一般有驾驶操控的汽车来说 都属高难度 无人小巴轻松打震 甚至遇到坡度突然隆起的桥梁 也能自动上桥 比如说像这个桥啊 它的宽度大概3.8公尺 那小巴上去的时候呢 旁边的距离其实就比较小一点了 所以我们在过桥的时候 速度都会放慢 行驶过程如果有行人 突然闯入无人小巴自动刹车 高度自动化的智慧车 未来渴望作为捷运或轻轨的接驳车辆 像这样的无人驾驶小巴 最高时速可达20公里 交通宝店就可以走10个小时 未来可以应用在工业园区 主停乐园 机场还有医院 没有方向盘的车 却能精准上路 天马行空 科幻想象化为真实 是什么取代了驾驶人的手脚和大脑 四个角落的这个感测器 还有前方的这个立体的感测器呢 主要是做车辆的安全性的保护的 所以像这个角落呢 它可以扫描的距离 大概是50公尺 半个操场的距离 四个角落感测器就像车子的眼睛 车轩前后还各有一颗圆柱状的摄影机 小妙小狗的话也是要主要靠这颗 因为它的话扫描出来是一个锥面 然后就可以涵盖从地面 到就是车身上面的高度 它像是就是打一次打出16条雷射光 然后由左到右这样来回的扫描 所以它可以看到一个人 就是扫描了这个横切面 然后判断出这物体的大小 但光阵还不够 揭秘无人小巴 车子内部前后上方也都各有一支摄影机 协助车辆定位和防撞机制 最重要的是车顶这个看起来像小飞碟的装置 里头有GPS定位雷达 帮助定位和地图建制 传送资讯给远端控制系统 因为我们知道说GPS在有大楼环境 透空率比较不好 看不到卫星的状况之下定位比较差 所以就必要有一个互补的系统 那个系统叫做LIDAR 有IDAR 一样是雷射光的扫描仪 它会扫描周遭建物的轮廓 然后搭配已经存下来的 就是内部建好的地图 然后去判断说我离建物的距离来做定位 可承载12人的小巴将来也可以在专用廊道上行驶 就像没有轨道的捷运 比比现行有轨的火车和无人巴士 无人巴廊道宽度较窄 施工时间也仅需一到两年 虽然每小时班次运输量比火车少得多 但班次间隔多而且密集 但台湾马路相拥抱无人心科技 挑战还不少 我们高雄市使用私人印具 特别是机车的数量相当多 那很可能这样的一个车辆 怎么样跟其他的这种私人印具 在开放的空间里面 能够分流 或是能够在入口和平的相处 这个会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能够制定说业者 他相关程度的市营运累积的成果 可以等于他可以拿到营运的执照 因为讲了这么多 如果无人车不能真正营运 其实都没有机会 无人小巴是在法国制造 但车用电脑Made in Taiwan 制造商就是引进这台小巴的业者 把关人民的系统如何研发 机密实验室首次镜头前公开 因为一般的车子 你在启动的时候它的电流不稳定 所以说我们会另外设计一个 稳压的这个所谓的电源板 比如说你一般车子 假设说什么是9伏 12伏 我不知道我们了解的吗 可是你在车一启动的那一刹那 它电波会突然会飙高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稳定 这个所谓车用的电流用的这个电源板 这个也是我们的自己设计 替代司机的电脑 全由这群台湾工程师研发 每一个关卡严谨把关 像这个无人发誓的心脏 它是这样104根排针 它整个插下去是水平的 把它夹住 那我们里面的无人车的结构 电脑是类似一个堆叠的 这样是一个积木把它叠起来 所以说它在剧烈环境上下震动 或左右晃动的时候 它都可以保持 让整个电脑的运算的效能 在一个非常地高的状态 最后还得放进这一台超级冰箱 历经护寒试炼才能出场 业者希望未来无人发 从零件到软件 台湾自制率能达50% 每一台电脑在研发的过程 我们会测零下负40度 是否可以正常开关机500次 所以说我们就放到 这样的这个Cumber里面 然后我们会先把它冰4个小时 然后电脑去开机1分钟 然后测所有的功能是正常 然后再自动关机4分钟 然后让它的温度 再降到负零下40度 然后再重复这样的循环 要500次 无人发誓先请马路新革命 不论是交通面 产业面 台湾在开向未来的这一局 不能缺席 马路革命新浪潮 全球都在积极参与 台湾当然也不能缺席 科技部已经领订无人驾驶实验条例 业者可以申请特定的路段 特定时间来进行无人驾驶实验 但是台湾的发展 早从十多年前就开始了 有车辆研究测试中心 从2006年就开始研发了 Made in Taiwan的自动驾驶技术 一辆汽车它没有人掌控 它能自己前进超车跟转弯 甚至还可以自动停车呢 只要透过手机指尖一按 旁边这辆车方向盘自行转动 不只执行还转了个打弯 过往科幻电影才能看到的景象 如今真实上演 台湾自制无人车怎么办到 我们先掀开后车响的秘密 工业电脑它的强载 跟一般的这种品业电脑 强在于它比较耐震 高温 所以它在晃动的时候 它都可以比较稳定地去运行 后台的画面 就是它有很多障碍物的 狂选的预测 包含它有些阐述 比方它的速度 SGD是阐述的 SPEED 它会决定这些物体的移动的速度 两台工业电脑 一台精密定位移主机 再加上车顶3D LIDAR 负责感测障碍物位置 GPS定位移 引导车辆移动路径 车头前方雷达 同样感测障碍物 车内摄影机 负责障碍物类别电视 实际坐上车内 这几个红色按钮 则是方向盘 油门和刹车的控制器开关 我跟妳讲油门 假设是太暗了 它真的油门会自己上下吗 不会 其实只是以 我们已经远端控制了 我们已经接到 已经切入到它车辆的内部的电脑了 无人车到底有多聪明 工程师带着记者一快体验 所以它这样完全不需要 人手去控制方向盘 对 那油门 刹车 它排档 刚刚那些排档后退都是 它可以自动去控制 手不用控方向盘 脚无需踩踏油门 当高智慧车遇上前方车辆 归速行驶 有一个归速车在我们前方 那我们的毫米波雷达 先侦测到前方车速 那我们做一个车速的调节 不要跟它速差太大 然后再透过上面的365个 一个光达 来确定安全保持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操车了 一定要准备做好 车道变换 我们刚才做一个非常舒适 非常没有感觉 它就是完成了一个车道变换 变换车道后 继续往前 接着 我们透过3D光达 确认左后方的车辆 已经保持一段距离之后 我们做一个安全的回转 现在是在回转 不只能超车 回转 甚至在车内完全无人的状态下 自动停车系统 还能把车 停进停车谷内 Made in 台湾的先进辅助驾驶系统 展现台湾研发能量 但真要走到 百分百完全取代司机的那一天 还有些难关 得克服 这个专门森测前方车道线 所以这个挡风 你看我们可以做一个车子 像它遮蔽 它的确这个已经消失了 打开 重新又森测到了 像是这颗摄影镜头 天黑或是天气不佳 辨识度就会下降 影像呢 它就会遇到一些困难 因为晚上非常困难的时候 它还是要透过光线去产生画面 很暗的时候它是没有 所以像车道线侦测在混乱的时候 它有可能机会会失效 或者是车道线它有污损破损 它也会有可能会失效 还有台湾机车密度 出世界数一数二 全台总共1366万辆摩托车 无人驾驶车 招架得住吗 目前市售的一些 自动驾车跟车系统 它还是会跟车辆 车辆是一个足够大面积的一个金属 以目前的感测器技术 它针对大面积技术 摩托车通常是以一个塑胶车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做这样的车辆跟水 这套系统我们是用在 比较像高速公路的环境 比较适合 尽管自动驾驶车离真正上路 还有一段长路 但车辆研究测试中心 已在自己的园区内 用改造过的高尔夫球车 进行无人式的定点接驳 灰色表示说没有人叫车 那如果我按了之后 亮起来 这是我们待会会做一个 演艺馆站的停靠 对 这就是一个轿车的方式 用手机就能轿车 在没有驾驶的状态下 高球车还能自动停 我们那个站牌的材质 其实我特别设计过 它会 它的反攻度其实比较强烈 透过的设计带 它可以去扫明 要说 我车子跟站牌的相对距离是多少 那搭配地图资讯 我们就在这边有一个 虚拟的停靠 的停车格 那车子就会停在这个停车之内 园区站点都能 准确无误地接载客人 遇到摩托车乱入 这个是一台摩托车 对 它读入之后 它也是透过3D大域变形 或是像这样 忽然有脚踏车冲出来 会停吗 会停吗 会啊 好 停下来了 无人驾驶高球车 立即反应 降速傻车 主要是透过 车上有一个定位系统的 GPS模组 那它来跟图资做一个 结合的辨识之后呢 然后知道说我们车子现在在 厂区的什么地方 来做追击控制 那同时搭配前方有一颗摄影机 它会去做车道线的侦测 当全球如火如荼 研发无人车 台湾不缺席 边坐边修正 一条完全没有驾驶跟马路 说不定哪天真的成真 收到了自动驾驶 现在可是当红炸子机呢 全世界各国几乎都在竞赛 除了台湾都在积极研发之外 这次我们的采访团队 还带来了全新的世界观点 特地走访了美国 英国 日本跟新加坡 来探讨这场不可立的浪潮 因为有些数字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了 像是高盛报告就指出 未来2025年一直来到2030年之间 半自动驾驶跟全自动驾驶的汽车销售量 将占市场比重达到20%左右 这代表产业变革正在酝酿当中 走出台湾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无人车发展 美国商业部研究 在美国工人每9个人当中 其中会有一个人的工作 是受到了无人车的影响 以后人力需求变少 大概有380万名的司机 这里头包括了卡车 汽车跟火车 甚至是救护车驾驶 都可能会失去工作 而其他还有1170万名的驾驶 他们是完全不能够仰赖开车的 必须要有其他技能才能生存下来 总计全美国有11.3%的就业人口未来 跟智慧无人车是有息息相关性的 而就在美国密西根州的安娜堡市 之前进行了一场有趣的实验 是由福特汽车跟达美乐披萨 相互来合作 民众想叫外卖吃披萨的话 以前是人把披萨送到你家楼下 而现在是一辆外送车 直接帮你送过去 新科技先满足你的胃 这也是蛮聪明的做法的 有专家就说了 目前美国在无人车研发上 几乎是领先世界各国的 而他们到底是如何办到的 三立驻美特派分歧匪 来自美国的报道 今天天气这么冷 去哪里找个火锅店来吃一下好了 让我来看一下 Google上说十分钟内就有一家 把你吓死了吧 我也很怕 OK 我其实只是表面震惊而已 心里害怕的不得了 那我们这一次呢 是为了要做这个自驾车的专题 所以特地去租了一辆 这个有自驾功能的车子 我们希望呢 是借着我们这个去火锅店的路上 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美国在自驾车的科技上面 进展有多快 那么首先我们来确定一下 美国是不是真的 在这方面的 是领先全球 其实我觉得这个自驾功能 其实还是没有省很多力气 因为这个Tesla的设计 就是要让驾驶还能够随时接手 所以没有真的省很多的力气 不过稍早的时候呢 车主跟我们示范了一个功能 我是真的觉得 哎 蛮厉害的呢 现在这车子里面没有人 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外面 OK 所以那Robert是用他的手机 来控制这个车子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车子能干嘛 OK 过来Robert OK 这是Pocket Silk OK 那是awesome All right 如果看现在呢 自驾车发展最快的两公司 Tesla跟Waymo呢 都是美国公司 就像Evan说这话 真的不是因为他很爱国 像我们现在所做的事 这样可以在公用的道路上 不是在封闭的这个环境里面 可以让车子偶尔自己开一下呢 其实非常重要一个里程碑 大家可能在想 你这样直直开 时速也不怎么快 别的车子超过你 有什么了不起 告诉你可了不起了 先来看看呢 我们去美国密西根大学 测试场里面 做了他们自驾车的这个经验 我们人看到一个景象 我们立刻基本上是不需要考虑 我就知道哪个是一辆车 哪个是一个行人 这个是彭辉教授 是我们台湾来的哦 LIDAR看到的是 我们叫Point Cloud 就是一点一点 你要怎么把这些点 或是Pixel 了解成它是一辆车 很多人现在能做到 大概是 比如说90到95% 那算是做得好的 OK OK 98都还不用 那我们真正需要的话 是差不多要到 我们常常讲99.999 密西根大学为了研究 自驾车科技 特地盖了一个测试厂 M City M City里面有铁路 有桥 有红绿灯 有十几路 铁板路 有行人 但同会坦诚呢 跟真正在路上开 还是差很多 在北京街头 台北街头 孟买街头 这是有时候 特别大的城市 交通特别复杂的 一段路上 我们还能够 对这个车很有信心 它比人还安全 这个是不见得 这么冷的天 来喝点小酒 是人生一大享受 为了做这个专题呢 我在网络上 还问了大家 在自驾车里面 最想做什么事 那么很多人说的呢 就是想喝酒 但我们现在在美国 即使车子有自驾功能 法律规定 还是不能喝酒的 所以这个不是真的酒啦 但这个车呢 我们既然可以开在路上 表示它的辨识率 已经相当的不错 可是呢 它还不是百分之百 因为在去年 就发生Tesla车主 让车子自驾 结果发生严重事故 车主还因此丧生了惨剧 所以要怎么修正呢 基本上路上开越多 数据越多 越能够改进 像我们现在 其实也等于是 在帮Tesla收集数据 路上数据最多的 将来很可能的 就是自驾车的这个龙头 现在全世界数据 最多的是谁呢 就是Google的关系企业 Waymo Waymo连续在凤凰城 跟亚特兰大两个大都市 派出大量自驾车 爬爬灶 都造成很大的轰动 是因为Waymo的自驾车 是真的自驾 乘客是坐在后座 只看不动手 Waymo自驾车 已经在公共道路上 开了400万英里 这个数据 逐步全球 很多女性朋友跟我说 最想做一件事呢 就希望可以在车上化妆 到了以后呢 就可以美美地见人 但是如果人不是要想啊 那你从家里到车上 这一段怎么办呢 OK 回到Waymo Waymo为什么能有 这么多的数据 就是因为美国 这个地方非常厉害 它法律跑得算很快 要知道美国这么大的国家 又有联邦法 又有纠法 每个城市呢 也都有自己的规定 但是为了争取自驾车的产业 很多地方呢 都赶紧通过 让自驾车来测试的法律 进步才能吸引业者跟资金 连美国国会两党 平常打破头 在自驾车上面 他们也不敢任性 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美国这次自驾车法规 能跑得这么快 其实是受了教训 那个教训就是无人机 因为 US still has very strict regulatory framework around how drones are operated we have regulations that prevent commercial operation of drones over people or beyond the line of sight of the operator which ultimately mean that Amazon can't test the delivery service or Domino's can't test the drone pizza delivery service in a lot of other countries companies have decided to test drones such as Amazon or the UK I'm coming to test drones there instead of the US 我现在时速500公里 已经超过80辆车了 我冲过中冷线 我第一名 OK 这其实是 很多男性网友说 他们坐在自驾车的时候 最想做的一件事 就是打电玩赛车 我是不了解 为什么不想开车的人 打电动的时候 还是要玩赛车呢 不过这不重要 再回到自驾车的法律规定 现在美国自驾车的法律推动 其实也不是没有人反对 有一群人 已经想尽办法 要阻挡 很多美国车车 都在这策则抑制 对车车的禁销 所以他们想看 一个分析的设计 不过Kaleb也指出 美国若是搞不定 卡车自驾工会 马上就会有别国冲上来了 其他朋友们说 在自驾车里面 最想做的事 还有什么搓香港脚 泡澡都来了 还有些是电视上不能演的 但我自己最想做什么呢 就是我永远可以不要开车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研究 美国自驾车科技 为什么跑这么快的结论 就是各国在自驾车科技上的赛跑 不是只在大学的研究室 或车厂的厂房里面 另一个很重要的竞技场 是在各国的各级立法机构 谁能够说服担心安全的民众 谁能够说服将受冲击的传统产业 让自驾车的测试 可以大量进行 谁就有领先的机会 那我们的邻居里面呢 新加坡是做的最积极的 好了 这个火锅会电快到了 我们今天的测试自驾车功能 到此为止 三立新闻范记本黄松虎 在纽泽西所做的报道 当科技不断发展 问题也不断地衍生 一旦未来马路上 无人驾驶车可以随脚随来的时候 专家就认为了 整个城市的交通系统 将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到时候不需要再买车了 也不需要这么多的停车位 而整个城市的规划 也都会随之改变的 但早在那改变之前 您可能会先看到的是 无人驾驶的计程车会出现 日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正在施行的是自驾车开发商 维某推出了一种 类似像Uber的轿车服务 它很像是计程车一样 里面没有人操控的 还是可以带你到任何地方去 而这个变革也将引领美国 进入自驾计程车 商业化的新时代 休息会儿 下节节目回来 我们要带您到日本去看看 少子化危机之下 未来公共驾驶极度缺乏 日本希望无人公车 十年之内上路 做得到吗 稍后来看 欢迎回来新动大未来节目现场 各国积极发展无人车 未来将形成第三次交通大革命了 但是尽管无人车发展快速 交通法规还不见得跟得上呢 最简单的问题是 如果有人跟无人车发生事故的话 这个责任到底该谁来厘清呢 影响所及还变集了保险业 而日本的发展 就是从法律面来着手 为了因应2020年 东京奥运期间 可能涌进的四千万人次 安倍晋三都已经喊话了 说到时候呢 会有自动驾驶车辆 在路上来回奔驰 而目前最急需要修改的 当然就是道路交通法 一旦有上百辆或上千辆的 无人驾驶计程车上路 到底是由谁来监控 日本要用立法的速度 来拼车主 日本自动驾驶车 败家争鸣 第三次交通革命 已经开跑 新创公司ZMP开发的 自动驾驶车 前方后方 共装有五个雷射感应器 透过机器视觉 电脑运算 学习等技术 对道路交通后置 做出分析判断 避开障碍物 模拟真人开车 现在记者实际坐到了自动驾驶的车上 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方向盘 是自己在驾驶当中 那左边的这个画面 就是可以行进的路线 那你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遇到了红灯 自动驾驶车也能够自己判断 顺利的顺畅的停下来 S型弯道轻松通过 实际乘坐起来和一般轿车并无差异 那如果在路上 突然遇到了紧急状况的时候 也可以立刻按下中间红色的按钮 来做紧急停驶的动作 但测试人员还是不时手握方向盘 因为我们试诚这天 日本人规定自驾车实测 必须有人辅佐控制 在2020年 自驾驶车会在轮延 不过为了因应东京奥运 日本加快脚步 放宽无人驾驶车相关法规 从随时需要驾驶控制车辆的 自动驾驶等级3 迎来第四阶段 有条件的无人高度自动驾驶 方向盘自动左右转动 驾驶座空母艺人 小朋友又惊又喜 因为这可是日本首件 2017年12月中 日本首次准许自驾车 无人操作上路实测 这天包括日本爱之县和东京 都有无人车开上路 所谓的第四级有条件 无人自动驾驶 就是行驶在规划好的道路上 但需要有执照的驾驶 从远端监控车辆运作 以因应突发状况 自动驾驶车公司在奥运来临时 将与计程车公司合作 希望能以无人车接送游客 乘客只要用手机APP叫车 无人车抵达后自行上车 在目的地以信用卡付款 通勤智慧化 无人车不仅能避免高龄和疲劳驾驶 更能因日本人口老化趋势 解决乡间交通不变问题 日本软银和政府合作 开发乡间无人公车服务 预计十年内上路 科技始终来于人性 无人车带来便利的同时 更得让乘客搭得安心 日本逐渐修订道路交通法等相关法规 开放无人车蓬勃发展 但放眼亚洲 新加坡可说是领头羊 无人计程车早在2016年就上路载客 交通管理职业与车厂密切合作 南韩政府也积极放宽自动驾驶法规 让企业加速发展无人车 而喊出2025年量产无人车宏愿的中国大陆 科技巨头真先恐后研发 2017年底无人公车在深圳首发试运 但目前还停留在真人驾驶阶段 不管是在哪国 当无人车进入了第五级完全自动驾驶阶段 不需开在既定路线时 马路上将同时出现 有人车和无人车 改变马路生态 也让交通事故的判定更复杂 用路方式势必得跟着变化 从城市设计 法令政策 通讯网路 甚至广制保险规划 都得相辅相成 在无人车百家争鸣的年代 改变人类移动方式的交通大变革 近在眼前 刚刚您所看到的是日本的例子 在亚洲同样积极投入无人车技术的 还有新加坡呢 因为对当地的人民来说 每当上下班的时间 他们最大的痛苦当然就是塞车了 新国政府要疏解车潮 也已经出尽其招 不仅征收塞车费 连继承车在尖峰时段的收费 也是比较贵的 而为了限制车流量 一般的民众你想要拿牌照 你的荷包可要够深 当地牌照每个月限量 发行 一张牌照 大概要花你新台币大概200万 而且只有10年效期 这够贵了吧 但是塞车问题依然是无法缓解 现在败科技之四 新加坡政府把无人驾驶车 当成是最终极的手段 也因此新加坡成了第一个 无人计程车上路试营运的国家 未来的目标是 车流量要减少6成以上 拜拜 say拜拜 这间新加坡新创公司 Newtonomy 智力发展无人计程车 但公司神秘得很 采访当天不仅不开放办公室 车子也只能拍摄外观 因为不让人看的全是商业机密 国人车之所以能侦测感应 靠的是车身外这些黑盒子感应器 在车顶不停旋转的类雷达装置 则协助搜集环境资讯 但要让车子能够自己运行 最关键是强大的地图系统 就怕会有失败破解机密 所以想做到车子里体验 抱歉 你得通过预约审核 这也是全世界第一家 无人计程车上路运行 目前被获准在新加坡 唯一科技城市跑 范围大约是10个 丹安森林公园大小 虽然车子是无人车规格 但现阶段只能称得上是自动驾驶 因为车上还是有一倍不时之需的司机 扭探率的上路 无人车的竞争对手Uber 也跟着宣布进入市场阶段 地点选单美国皮膚棒 无人车能成为交通就行 关键就在于彻底科技运作 因为研究显示 去年美国交通意外 人为因素高达94% 耗费2500亿美亿的经济成本 更是塞车的主要元凶 无人车的经济效益 德国宾市早在30年前就发现 并且投入研发 这款近期最新的概念车 被誉为超强神车 宽敞弹型座舱 科技感十足 去年甚至远渡重洋 到台湾展示 开进信义计划区 围观者挤爆人行道 但碍于法规 技术 这辆车至今还是非卖品 另一个传统车商福特 则喊出五年内 要让驾驶座完全消失 并且量产 福特不只砸钱投资地图 更为中国百度 宣布合资1.5亿美元 投资光雷达 车商想大展身手 科技公司也想分一杯羹 Google靠着自有的地图技术 让他们在跨足自驾车 有如神助 四年前就获取在美国 部分州上路测试 目前已经行驶了48万公里 但究竟最后上路的车子 长什么样 还是未知数 为了拯救地球 美国总统欧巴马 2016年登高一呼 决定执行自驾车 预程计划 美国将在未来10年 投入40亿美元推动 一旦全面逮革 就将是全球汽车产业新革命 预估到2025年 自驾车至少能创造420亿美元 和台币1.3兆产值 是台湾目前汽车 年产值的三倍 不只是这些品牌厂商本身 背后的另一体零件 软体商都会是受贿者 这让无人车在未来几年 将持续成为市场上 最炙手可热的抢手货 下节节目回来到不一样的国家 来看看英国政府如何使铁腕 让传统引擎走向目录 欢迎回来新动大未来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看英国 英国的城市目前有两大普遍问题 一个是严重的空污 必须先要从车辆来限制 英国政府已经宣布了 从2040年开始 市面上所有销售的新车 都必须是纯电动车 像是柴油引擎车 油电混合车 这些一律都是禁止贩售的 而另外还有一大问题 在英国当中的城市土地 有80%都被私家车所占据 因此英国投救了 大约新台币300亿研发无人车 英国政府特别着重在 无人车的接驳车辆上的设计 希望能衔接公车站跟地铁站 提高民众搭乘大众运输的意愿 让上班族根本是不需要开车 而且也不想开车 地铁盘流线造型像一台短板的火车 开在人来人往的广场 上头却没有驾驶 为什么 我会惹怂 我最关键的关系是安全 我认为它会完全不错 如果它会从我驾驶的努力 那我认为它很棒 只要有一个选择 你能够带它在任何地方 如果它也会费用职务 我会惹怂 事实上同一遭 无人车在伦敦上路 地点是格林威治 一条规划好的单车步行街 开放给民众试诚 因为现阶段目标 已经进入接受度测试 老台名祖国面对新科技 讲求面面俱到 不过事实上 英国无人车技术 早已经成熟 自带小型巴士 就是正在格林威治测试中的 自驾巴士 可以看到它的速度 其实非常的慢 大概时速只有16公里 它能够侦测到来自 四面八方的东西 还有障碍物 只要有人站在它的面前 它就会立刻停下 停在门边不是因为卡住 而是侦测到旁边的围泥 这台叫做PART ONE的无人车 全身上下都不满摄影机和感应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两个感应器 对 我认为你能看到三个 最远可以看到200公尺以外的东西 小到一块砖头 只要认定有危险 就会停下来 不只能够侦测障碍物 它还会分辨是什么东西 安全无虞 但紧急停车扭还是不能少 除此之外 里头几乎空无一物 其实它的这个空间 非常地宽敞 总共能够坐四个人 而且完全没有方向盘 或者是刹车 除了载人 放台轮椅也没有问题 空间的设计像捷运 因为这台无人车 未来将投入大众运输的行列 根据统计 城市土地有高达80% 被闲置的私家车斩据 又让汽车减量 空间更有效利用 使英国无人车破坏的愿景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能够 能够配合一线 自动车的车 能够遇到我们的动力 需要 数量的车 需要遇到我们的需求 会仍然比较少 所有车子如果都能 随时保持在移动的状态 就能用最少量的车 达到最大规模 严肃的移动 英国无人车计划 还结合了共享的概念 不像大家都会认为 但现在我们认为 未来将会是 能够服务 想想我今天要去工作 我没有需要一个大车 因为我只要去工作 想想想你想用车 去跟你的家旅行 那天 在那天 不过要求一个地方 你会问我需要五个车 英国深深明白 无人车技术 拥有无限的可能 但要让自动驾驶车 适应更多环境和道路 单靠这个计划 还不够 看似普通 不过这辆车 其实握有开启 未来无人车技术的钥匙 后车箱底下藏着价值 上百万台币的设备 不只记录驾驶 每分每秒的行为 还有自驾行为的反应 这个项目 计划要在三年内 完成16万公里的数据资料库 这些讯息未来可以利用在 任何一种无人自驾车 你能够做一些读读 讯息 什么样的 我还不知道 我会能够睡 你永远知道 我能够看出场 如果是这种美丽的日子 就看什么改变了 无人车 有人期待 有人抱着 怀疑的态度 但可以肯定的是 当技术与市场成熟的时候 人类生活和世界 都将出现巨大的改变 下节节目回来 我们要带您看到 这一种来自台湾的技术 帮助英国 解决了空污跟塞车问题 欢迎回来 新动大未来节目现场 英国伦敦是全欧洲 最塞的城市 有调查显示 在伦敦的开车组 平均每个人一年 要花上73个小时 光是花在堵车上 英国企业因此每年 损失超过280亿台币 此外还造成了 大量堵废弃 当地每年有4万人 提早死亡 因此伦敦采取铁腕手段 未来除了原本的 塞车税之外 还要开征毒气税 只是政策要实行 得靠一个来自台湾的技术 左前方有一个 Conjunction Room N 其实代表说 除了这个点 除了这条线 这个Bolder 这代表已经走出去 Conjunction Room 沿着市中心 画出拥堵区 路口架设标志 地面也写上了警示 根据伦敦交通局 2003年推出塞车税之后 每天进出市中心车辆 减少超过6万台 现在独气税上路 当局盼望 也能带来具体的成效 只是这么多车辆 到底怎么登记和收费 迷你武器就是头顶上的照相机 上面这边双向的吧 一个就照我这边吧 一个就照另外一边吧 伦敦这边的 它是根据一个AMPI的系统 就是自动车牌电影系统 它会直接把车牌的一个映像 把它转换成一个文字的车牌电视 就是一个车牌号码 车牌号码和资料库比对 就能直接扣款或缴费 过程全部由人工智慧的电脑 自动化处理 以AMPI的方便性 它不需要人力 然后但对于每个车主来说 它没有任何额外的一个成本 效率高成本低 不过要高速运算这么大的资讯量 挑战后方的平台 目前这整排Database 都属于赫德福德逊的市政府 所所有的 里面包含整个政府 整个不管是Console里面的 学校资料 警证资料 或是整个路上 整个车牌辨识系统的资料 都在这几座的Database里面 一台台硬碟就是所谓的云端 机房重地难得在镜头前曝光 原来大伦敦地区 车牌辨识系统 储存资料的设备 部分是来自台湾 目前可以处理到 一分钟可以到7000辆的一个 整个从图像 然后把它转换成 车牌的文字系统 最重要就是目前 最新导入的平均车数 我想这个是整个全世界 第一个导入的国家 这个就是Every Speed全 这我们最近最新装的 因为它左前方有黄色 车牌辨识应用不断在进化 或只能收费 还可以测路上车辆的平均车数 它会用车牌辨识 然后用镜头在几分几毫秒 拍到你的车牌号码 比对下一个 拍到你的车牌的时候 来做一个平均测速 因为往往我们可能开车的习惯 看到镜头 我们踩刹车 其实它并没办法 百分之百有效地 阻挡我们的超速 2016年进去英国 台商Devi负责把台湾研发的云端 卖到全欧洲 除了做生意 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是英国地方议员 目前我们最大就是政府跟学校 因为政府跟学校 目前才会比较需要高速运算 我们在这里 看到的是 整个机构的数据 在这一刻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有300万到350万 在这一刻 在这一刻 如果这是一个数据 用一个不同的数据 叫做交易 那这会是2.3亿 为了确保产品水平 每朵云在交货前 都得经过详细的测试 我们的系统是设计 设计设计设计 这就是 如果你有任何时 在这个系统的运动 就没有轻松 出的速度还具备高度 稳定性 在人工智慧的时代 高效能储存设备 就像是个坚强的后盾 高效能的组设计 也就是用于商业智能 它目前就会从这些数额 网站设定好的抓 比较很难 结合软硬体 他们甚至开发出 网路舆论的大数据平台 可以大量搜集 散布在社群媒体 和网路论坛的意见 及时分析 精卷拟地 策略和回忆 我们常常讲 谁拥有大数据 但大数据完 你要怎么做一个快速的分析 谁可以抢夺最先分析出来的数据 我想你就用 想有这样的一个商业 从车牌辨识 到商业智慧的应用 MIT技术 不只帮助伦敦 对抗塞车和空污 还能与产业界联手 能做得超乎你我的想象 塞车的确是让人痛苦的噩梦 不过在美国加州 却大大利用了这个痛苦 打算把马路变成发电厂 加州政府呢 他们打算赤资200万美金 在高速公路上铺设这种 可以将机械能量跟电能 相互转换的压电晶体 什么叫压电晶体呢 当塞车的时候 常常的车阵会压在路上 会产生所谓的机械能 一旦透过了压电机体的转换 会释放电能 这个时候马路上越塞 发电量反而是更大的 但是有这么容易吗 早在加州之前 像是日本 东京 意大利跟以色列也都努力过 但失败了 如果这次加州 能够一次突破技术瓶颈 白车将不再是乱象 而会是一大风尘了 以上是今天的心动大未来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面小婉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